過30歲他才能夠去真正的知道這個本質是什麼 因為20幾歲還在念書 他就是一個一股跟風嘛 跟流行 要不然你就被爆 而且大家要跟活命黨打人的時候不行 那民進黨打人的時候 哇好厲害民主抗爭 喔真的是 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到底會有什麼 歡迎你們到POP狀新聞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黃偉漢 不知道怎麼跟現在來社會的年輕人 沒辦法 所以民進黨這樣子他們都很OK嘛 我真的完全 現在我看起來整個網路中 我就是要把柯文哲也打成一個討厭的人 跟民眾黨 他已經沒辦法你進去討論 民進黨一直這樣 可是網路上面是這樣 全面毀滅了 罵你罵柯文哲 罵陳貝琪都罵任務平 他完全不討論這一塊了 但是我接觸了又 現實上面又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網路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因為他們太有太強大的行政權 行政資源 過30歲他才能夠去真正的知道這個 本質是什麼 因為20幾歲還在念書 他就是一個一股跟風嘛 跟流行 要不然你就被罵 謝謝主席 年輕人的聲音即將被聽見了 這是我國憲政史上的一大進步 我希望我也相信 今天就要將18歲的公民權送出立法院 接下來我們要努力的是公民護決 需要965萬票的公民護決 希望立法院的朝野大家一起來努力 18歲就可以參政 更多的年輕人可以透過參政 表達跟決定自己國家的樣子 立法院如果今天 終於送出18歲的公民權的修憲案 我相信這並不容易 因為修憲的門檻如此之高 但在社會的期待下 朝野今天終於達成共識 讓18歲的年輕人有參政的權益 其實這也是當初台灣民眾黨 之所以成立有很大的原因 也是為了提升年輕人的參政權 看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不斷的投入參與公共事務 讓我覺得現在的辛苦即將得到結果 走在基層也經常碰到大學生 甚至高中生 他們告訴我很希望看到台灣有所不同 還告訴我想要看到能說真話的政治人物 出來領導台灣 現在我們就等著歷史性光榮時刻的到來 18歲公民權即將得到憲法上正式的認可 希望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國家 18歲的公民權通過之後 我也希望 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還要繼續的去努力 不只18歲公民權的提案 動保路線 也是蔡英文總統的承諾 也是跨黨派的共識 希望修憲委員會接下來能夠繼續的去討論 最後我還是代表台灣民眾黨提一下國會的改革 國會的改革 國會的改革在2005年第七次修憲以後 國會的選制改革出現大黨席次的紅利 造成大黨很大小黨很小的一黨獨大現象 造成民意越多元被摸收的民意就越多的扭曲現象 所以我還是在這裡呼籲國會的第一大黨的民進黨 盡速提出聯力制的版本展現修憲的誠意 謝謝